总是有小姐姐问我食谱 今天我就作为一个吃播 分享一下我平时一日三餐 我一般都是怎么搭配的 并能够保持良好的身材 哎呀 今天的午餐一个人吃 之前我讲过这个 但是今天分享的是通俗易懂 你按我说的吃 容易理解 能够坚持下去的 不仅营养不缺 而且不容易反弹 简直从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食谱 你就选择你自己爱吃的食物就行 主食你的一个拳头大小 它就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 为你身体提供能量 适量而且合理的选择主食 是帮助你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 保证你的大脑和身体的器官正常运作 但是尽量选择低伤糖指数的主食 比如我平时吃的全麦面包 糙米 燕麦 玉米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提供你持久的饱腹感 减少你的饥饿感和食欲 不管是什么主食 你把它们凑成一拳头就对 蛋白质 吃够你一个掌心 油脂的摄入蛋白质可以增强饱腹感 而且维持你肌肉质量 如果你蛋白质吃的过少 身体可能会分解肌肉来提供能量 导致你肌肉流失 充足的蛋白质摄入 可以为你肌肉提供修复和生长所需的氨基酸 提高你的基础代谢 你的头发好不好 你的皮肤有没有弹性 都要靠它 就对在一起 一个掌心 脂肪 一个大拇指头的量 优质的脂肪能维持你的激素平衡 吃辆车呢 你姨妈不会出走 你平时跑啊跳啊 对你的骨骼起到润滑的作用 而且提供饱腹感 比如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 能够增加饱腹感 有助你控制食欲和减少过度进食 健康的脂肪来源 比如橄榄油 鱼油 坚果等等 最后就是蔬菜 蔬菜每天至少你得吃一斤以上 绿叶子的蔬菜 硬季的蔬菜 水果每天200到300克 选择硬季水果 榴莲尽量不要吃哦 有小姐姐问 我想瘦哪里 我要做什么运动 如果饮食结构你搞不明白的话 那你从早到晚练 都是白瞎的 三分练 七分吃